那今天其實是我們是抱著一個關懷的心情 來開始我們的祈福走桃園 那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疫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桃園其實我也接到很多的民眾也要澄情反應 那不管是擔心這個可能家人的健康 還有一些確診的 或是被疫情影響到生活的很多的一些朋友 那反應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真的其實看了讓大家非常的心酸 非常的心酸 那也看了大家覺得很多的不捨 所以今天我們是在那個維超議員 他是因為大家也知道上禮拜就是有那個 國民黨有提名的一些紛紛牢牢 那維超就跟我說他說其實也好啦 走出這個黨內的一些紛紛牢牢 那就專心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那事實上我跟那個魯明哲委員 我們也一直在思考說怎麼樣能夠在疫情之下 可以真正正正的幫大家做一點事情 所以我想說放下選舉的紛擾 其實做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那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我們 開始這個祈福走桃園的這個行腳的活動 那前天跟維超就是討論了一些想法 那所以我們就成立了疫情 桃園疫情的關懷中心 那這關懷中心其實 其實是一個我們講服務的一個聚合 服務的一個聯合 那我們昨天下午的時候我也一一打電話了 給了一些我們桃園在地的市議員 包括王先蓮議員 有許婷議員 朱鎮堯議員 然後還有這個圖權旗議員 黃金平議員 蘇翠玲 還有那個徐玉樹議員 圖權旗議員 然後周宇晴議員 那再包括維超議員 總共有九位桃園不分黨派的市議員 都願意來參加這個活動 都願意說我們今天就是專心的來去 為桃園受疫情之苦的民眾 能夠幫他們站出來講話 所以我們的今天是我們桃園 就是祈福走桃園的第一天 那我們從中立出發 那我打算就是一個里一個里的走 就是走516個里 把桃園的每一個里 我們用走路的方式來祈福 那另外用傾聽的方式 來把大家的聲音反映出去 那也希望這個活動 能夠稍稍幫助現在在疫情之下 辛苦的桃園的市民 所以也很謝謝大家 要不要請我們的明澤兄 也跟大家講幾句話好嗎 好這個今天謝謝大家 尤其志強兄還有維超 還有很多的夥伴 其實今天看到這個志強兄發起這個活動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感動 所以我也要從中立出發 我也要全程來參與 最主要是看到他剛開始到桃園來 到整個降落的過程 然後到現在貼近民生 跟人民站得這麼接近 然後現在也把他當時第一天來 希望能夠走一千里 能夠走遍桃園這個精神 能夠延續下去 那第二個 上個禮拜確實在桃園 太多的政治的議題 那我們覺得應該是要拉回 民生跟防疫 這點比較重要 所以今天我也全程來參與 這個志強兄這個活動 大家一起加油 今天非常高興 跟強哥一起來行走中立 那維超真的覺得強哥 絕對是我們國民黨 不可多得的戰將 奈何上個禮拜的分分擾擾 那我們也不想再多談 我想從今天開始 維超跟魯明哲魯立委 會一起陪強哥行走中立 成立這個疫情關會中心 那維超也願意擔任副執行長 在未來各種中立選民 以及桃園市民的各項澄清案 維超跟所有的副執行長 一起協助強哥 把未來疫情所面臨的各項問題 我們盡全力處理好 協助他們 盡量能夠避免疫情 給他們的分分擾擾 也完成這些選民託付的各項事務 這就是我們今天行走最重要的目的 一起祈福為台灣加油 為中立桃園加油 好 那謝謝大家 我曼hew 有breat子